你好,今天是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东南亚第一手的时事新闻 那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周庭四次被捕,这次最害怕 根据央广报道,被香港警方只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 而扣留超过24个小时的前众子成员周庭 昨天11日晚上11时中获准保释 周庭表示,10日晚上被捕是非常突然 谈言是四次被捕中最可怕的一次 周庭交保获释后在脸书表示他回来了 让大家担心很对不起 他表示被捕四次,这次是最可怕的一次 但即使是在警署中,他仍然能从律师口中 听到香港和海外的大家对他的关心和爱 他非常感谢大家 周庭又说,他得知香港苹果日报继续粗暴 感到很开心 那同样是因为据称是违反了国安法被捕的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则在今天12日凌晨获释 那另外,根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 周庭指对这一次被捕理由不明所以 认为现实是以言入罪,无忠生有 他称警方指他自7月至今 利用社交媒体勾结外国实力 认为理由空泛,没有具体指明他是何时 以何种社交媒体犯法 报道也指出,周庭表示 自国安法实施后,对被打压或被捕已有心理准备 表示以往被捕时,警方只是搜查当事人房间 但是这次被捕,警方却搜查了整个屋子的范围 包括其家人房间,并采取证物 那被问到是否有被采取DNA样本 他则指出,这次在警署居留 以以往差不多,同样要按指纹 但认为担保条件有很大的不同 需以2万港币及18万港币人士担保 并没收了香港特区护照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美中贸易 美中贸易代表15日会谈,情况不那么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 星期二8月11日表示 虽然因香港国安立法而引发的政治紧张 以及美中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对此日益加剧 但是中国没有停止购买美国商品 尤其是大众商品 因此他认为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前景谨慎乐观 早前美国多家媒体曾相续报导称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将于8月15日举行视频会谈 经论普遍认为 这是美中高级贸易官员之间的例行会谈 主要是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施6个月后的执行情况 进行评估和审查 根据美国之音的采访 那随着8月15日的会谈即将到来 我们可以看到经贸专家们对于 这一次的会谈的前景看法不一 有人乐观看待 有人则认为前景不太乐观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 对这一次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 似乎有些悲观 他认为中美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范围 因此贸易协议的旅行可能不再会成为决定成败的障碍 他表示 怀疑双方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这其中包括了但不限于贸易 新冠疫情 知识产权 香港 南海 华为 TikTok和微信等等 中国所能提供的可能远非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 不过也有经贸专家对这次的贸易会谈前景表示乐观 他们认为 尽管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有些滞后 但这并非因为两国缺乏诚意 而是遭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杜大伟则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他认为尽管日前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2017年的水平 但是中国承诺要继续从美国进口商品 因此这种趋势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而维吉尼亚大学的陈朝辉教授则认为 尽管最近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 但贸易协议问题几乎没有成为热点之一 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在大选选前 三个月单方面撕毁这笔交易的政治收益并不大 陈朝辉也表示经过了最近的一系列对峙之后 中国也不想再与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克莱尔·雷德 则认为至少目前为止贸易可能仍然是美中关系的压仓石 雷德就认为目前临近的总统大选在许多方面之与中国相关的原因 对于美国也具有相关性 特朗普似乎仍然会坚持采取一些克制态度 包括不放弃第一阶段协议保持贸易关系向前发展 以保护这些利益至少拖到选举之后 换个焦点 TikTok用户隐私外泄 法国说查 那既在印度招进后 由中国字节跳动开发的TikTok 不仅在美国面临下架 连法国监管单位也已经开始审查 法国世界报联系负责各自安全的 法国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CNIL 委员会证实于5月间接到民众投诉 说TikTok要求他删除一支影片 随后法国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向法媒证实 早已对手机影音应用程式TikTok展开调查 并表示会大范围的调查TikTok对于 个资保护、资讯流向等政策 也会加入欧盟的调查行动 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表示 尽管监管单位教导投诉民众 向TikTok开启欧盟资讯保护总则的权力声明 投诉人在之前是并没有做这个动作 然而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政客的记者表示 法国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的调查 不会只限于投诉的范围 还会包括个人资讯、权力行使 欧盟外的资讯流向、未成年人的相应措施等等 至于法国BFM电视台就表示 若经调查有违反资讯保护总则的情况发生 TikTok将面临极高的风险 欧盟则会给予监管单位权力 能开罚最高2000万欧元罚款 或者4%的企业营业额 对此TikTok则向媒体表示 已得知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正进行调查 也将权力配合 另外TikTok也说 保障使用者的个人隐私以及安全是优先任务 法国并非唯一对TikTok展开调查的欧洲国家 丹麦的资讯主管机构 6月间也启动了调查 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的报导 在荷兰监管单位5月宣布要审查TikTok政策 以保护未成年者各支后 欧洲各国的监管单位 预计会针对中国母公司子节跳动进行联合调查 因此法国国家资讯自由委员会上媒体表示 将加入欧盟各支保护委员会 EDPB目前进行中的调查行动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周二一次政府会议上就宣布 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首个注册冠病疫苗的国家 他还说自己女儿也已经接种了该疫苗 虽然俄罗斯成功抢先注册了全球首个冠病疫苗 并宣布已经可以使用 不过外界对该疫苗则有安全疑虑 这款由加玛列亚研究所和俄罗斯国防部联合研制的冠病疫苗 于6月18日启动临床实验 所有38名志愿者都产生了免疫力 俄罗斯将继续对首次疫苗进行有数千人参与的临床测试 普丁在会议上强调该疫苗已经进行了所有必要的测试 并证明可以安全使用 他还说这个疫苗非常有效 且能形成稳定的免疫力 他在与政府部长们召开视讯会议时说 全球首个对抗冠病的疫苗已经在俄罗斯注册了 他秉称这款疫苗已经在周二获得了俄罗斯卫生部的批准 希望俄罗斯尽快开始批量生产 他也透露他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接种该疫苗 那在首次接种后体温曾升到38摄氏度 自第二日回落至轻微高于37摄氏度 在第二次接种后同样体温升高再回落 普丁子他感觉良好 有了大量的抗体 但他未说明是大女儿玛丽亚还是次女儿卡特丽娜 那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导 这款冠病疫苗被命名为斯普德尼克V 接种这款冠病疫苗可使人形成长期免疫力 免疫力可持续长达两年 彭博社早前就引述专家指出 俄罗斯的冠病疫苗有效性存疑 只有不足100人曾接种疫苗 现实仍未了解所有人体的影响 俄罗斯一直自力快速的开发冠病疫苗 并在本月初曾表示希望在数周内开始量产 在明年每月将有几百万剂 那在此之前 中国、美国和英国均在研发冠病疫苗上处于全球的前列 那针对此事,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 希望审查俄罗斯冠病疫苗安全性的相关数据 那究竟这款冠病疫苗是否真的有效 看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证明了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 那早前就有三千多名的学生聚集在泰国法政大学 位于曼谷北郊的兰石校区 重申解散国会 终止骚扰异议人士 修宪三大诉求 那随后有学生代表在台上念出十点声明 要求改革王室 那您知道吗? 泰国有严厉的冒犯君主罪 泰国刑罚一百一十二条规 那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或摄政王 最高将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泰国总理巴玉昨天被记者问到此事时就表示 抗议是民众的权利 但他认为当往的抗议已经越线 他还反问记者 这样适当吗? 巴玉认为法政大学的管理阶层必须负起责任 而违法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而巴玉表示将从八月中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论坛 聆听抗议学生的心声 泰国这波抗议浪潮其实是起于今年二月 受到年轻族群支持 敢于批评政府的新信政党、蔚来前进党 二月遭到宪法法院裁定解散 那大学生就抗议运动 二月底就在全泰国遍地开花 但三月开始 新冠病毒疫情在泰国爆发 三月二十六日起政府实施紧急状态 学生运动因此被压抑了下来 由于疫情趋缓 政府从七月开始解禁全部活动 不过仍然维持紧急状态 但紧急状态似乎压抑不了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那七月十八日晚间 学生团体自由青年和泰国学生联盟 发起活动号召民众聚集在民主纪念碑前面抗议 那抗议的学生提出了三大诉求 包括解散国会 终止骚扰异议人士 修正军方制定的宪法 当天聚集了两千多人 是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 泰国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那泰国全国各地的学生 随后开始响应这波抗议活动 从七月十八日后 几乎每天在全泰国各地 都有规模不一的高中生或大学生抗议活动 新闻的最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泰国旅游局发出的声明 泰国旅游局TAT就指出 泰国至少要到2021年才会欢迎游客 根据泰国观光局副局长夏坦 日前在记者会上就说 泰国不太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 对国际游客重新开放边境 他指出 在每周的新冠肺炎全国会议期间 还没有讨论重新开放 该国入境或出境旅游的时间表 他谈及 泰国政府对重新开放边境 采取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 他说 他看不到政府发出今年会开放的信号 这给旅游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圣诞节期间通常是旺季 正处于危险之中 而他甚至对二月的农历新年也感到恐惧 很不幸的是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局面 他说 关于开放旅行泡泡的讨论也陷入了僵局 因为在许多泰国希望吸引游客的国家爆发疫情 包括了越南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2020年8月12日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